山西向超红楼原本的湖南湿水很单调 附近的台湾优格饼干学院 市地区公所的东西 就跟湖南卫生各种饼干的豆腐 湿水平均又充满特色的饼干大道 也先为上街好人的楼山楼市 现在经过山西的超红楼 会发现原本楼变得很简单的 就是湖南都变成是几个中拼光的豆腐 湿水也相当的严厉 原来这是台湾优格拼光学院的行创意 胸东的阴隆主母 也变成是最好的基因楼票 常常有一些朋友要到饼干学院来做DIY的时候 找不到路 总经理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他去跟湘工所协商之后 决定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吨 然后彩绘它 然后你看到我们公司的饼干的DIY 是不是大家都很喜欢 然后我们总经理就发想说 我们也来做这个彩绘这个石吨的DIY 所以刚刚大家看过去后面啊 这些很可爱很亮丽的这些图案 都是我们员工 我们的客长带着我们的员工 自己DIY彩绘成了现在这个景象 所以非常的吸睛很可爱 有才说除了要方便这些油客观光以外 也希望能做故乡的特色提供 就让其民跟油客快乐的心情 带动地方休闲三亚发展 我们总经理他一直希望我们在这个区块 能够塑造成一个观光的园区 然后希望塑造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营造这个观光或者是休闲这个产业 然后更希望说以后能够营造跟社区有所结合 像我们到那个采科啦 我们这边有有漂亮的这个风车啊 能够互相的结合 而不是光光 而单单是我们比甘学院而已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胜举 平均的边缸大桌 要年代有1公里 全部完成也要需要1点的时间 也只要发挥卡住 用心菜围 为主委的环境 充限着美类的景色 也让UK对山西留下美好影响 大传新闻大文青山西 彩虹博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